全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动金针疗法的学员以及爱好者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光临对话动金针直播讲堂第十二讲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动金针学习体会 内外兼制自我调理 下面就有请养生专家王宝玉为我们做精彩分享 有请宝玉 我是王宝玉 我来自北京燕园同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城分公司 感谢陈老师 感谢李亚华老师 黎明老师 感谢秦皇网的老师和工作人员 感谢今天所有的朋友 我是那个针灸的业语爱好者 也是陈老师第一批在秦皇网的学员 在父亲节这一天 那个秦皇网给了我一个学习分享动金针的机会 非常感谢 在这里我祝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生活幸福 吉祥如意 我的分享是内外监制自我调理 内容分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爱好和困惑 第二个是结缘动金针 第三是入针的惊喜 第四是实践交流和发展 小时候我接触过赤脚医生 然后推拿按摩刮刹 偏方治病是他们的特点 很多人用了都有效果 慢慢的我也变成了一个中医的爱好者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针灸基础 看到针的时候就很害怕 所以我一直就没有去学习针灸 我也问过很多人 然后很多人也是怕扎针 还有一点就人体的穴位比较多 针灸要扎入皮肤 还需要有准确的定位 下面我就说结缘动金针 齐皇网的直播 齐皇网学堂非常好 我建议大家多去听一听 看一看 2020年我看完陈老师的动金针工艺讲座以后 我就那个真的是感觉 有重力寻针千百度 这时候就是看到陈老师教的这个动金针 我非常喜欢 所以第一批就报了名 从基础课到临床三 这几个每一期的学习里面 我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每次课都两个小时都打不住 陈老师讲课深入浅出 认真仔细 只怕自己没有讲明白 这对我这个小白来说非常的合适 但是实践到今天来讲 我看对专业的医生一样有帮助 我在我现在在社区的医院做那个帮忙 做义工 得到验证 从传统的针法 患者都不敢动 我扎上的动金针 先辅助患者运动以后 只要是一个八拍下来 他们慢慢的都敢动了 所以我在社区里面有一天碰到一个大姐 她的那个腿啊 说是怎么扎针都不管用 我一摁了 我发现她的那个薄骨鸡 那地方金结特别多 我就说那既然那个 就是我在这里给你扎一针吧 所以扎的时候 因为扎到她金结上面 她感觉到疼 然后我在给她松金结的时候 她叫那个声音叫的都有点大 但是扎完下来以后 她给我的反应是 跟她以前扎的针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对我来说 我非常的那个开心 我之所以把这个动金针写成针筋动 我在这个地方说 针在肌肉里也会动 陈老师说过 针在第二层 其实你只要动的时候 它都能连动你第三 第三那个第三层的肌肉 也会得到松紧 这样气血就容易通过 促使气血运行 疏通 瘀制 这里的动金针 主要包括动筋 动就是运动 它包括主动运动 被动运动和复合运动 这别小看这三种运动 它带给我们的惊喜 是非常不一样的 针磁肌肉会产生内非态物质 这种物质是具有震痛作用 这也就是扎针 为什么有效果的原因 陈老师的治疗 在动金针的治疗思路 以及陈老师的针具是 那个具有就是专利的产品 还有陈老师 用专业人员制定的一套的这种方法 三者合一 使我在学习针灸的时候 不再难也不再怕了 记得基础课的第一堂课的时候 老师就说往哪扎 怎么扎 如果想把这个针扎的不疼 你就要快速入皮 所以在以后的那个扎针过程当中 我就让那个针快速的穿皮 这样会感到 不会感觉到疼痛 我不疼 然后那个就是给朋友去扎的时候 他们也感觉到不疼 我非常的开心 然后运动的时候 大家一开始都不敢运动 但我慢慢的 就后来那个就赶在运动了 这里我讲一个 我有一个朋友 他自己那个就是走路受限 腰也疼 就像老师课堂里讲的 等于是压迫了那个坐骨神经 所以我就给朋友先松解了 臀部三肌 臀部三肌就还有腰方肌和梨状肌 这个因为给他那个扎的时候 我没有录像 所以我在做刻鉴的时候 就找了一个这样的图来给大家说明 扎了他的梨状肌以后 他的坐骨神经就缓解了很多 但是他可能是时间太长了 就是目前为止 我还在给他去那个扎针过程当中 他就是疼痛 顶多就是两天不疼 但过了两天以后他还会疼 他现在走路都成问题 我在继续跟踪着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会把这个后续的东西给大家再分享 所以老师说的 这种方法一学就会 一用就零 我在实践当中也是这样 我学了我也会了 我用了也有零了 所以我非常的那个开心 这里我特别想说一下 就是老师在临床三的第二节课 讲的是盆底内收鸡 那个内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那个鸡肉的名称啊 尾骨鸡啊 提纲鸡啊 卡尾鸡啊 这些那个名称 再加上 就是等你了解这些鸡肉的话 老师还在讲的 会阳和会阳上下 下聊下 制编着这些穴位 当你把这些了解 在学习的时候 你会掌握很多秘密 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我是北京志愿者啊 在小区里面 经常和退休的那些邻居们聊天 经常听到他们 诉说身上的不舒服的地方 他们有的 有的那些阿姨和大姐啊 他们都不敢出远门 因为为什么呢 他们小便存不住 走不了多远 就得那个找厕所 所以 那个像他们 那个特别是我印象 最深刻的有一个阿姨 以前跟她在值班的时候 她患有咳嗽病 她上面一咳 下面她就 那个 上面就 就那个小便 所以去医院 看了很多次也没有看好 但是在学习 盆底内收机的这堂课上 她让我想起了这个案例 老师在讲课当中说 这些对女子的月经疾病 男子的前列腺的疾病 还有目前为止 现在很多的那个白领 那个他们都在办公室坐得很久 坐得久的时候也会腰酸背痛 还会损伤这个盆底肌 我在这里就是想 如果你学习了这一课 日后会让你的难言之隐 不再难 不说给别人去治病 但是自己保健 防卫病也是一个好事 我通过听老师的课 才完全了解到盆底肌的结构和功能 我这里有一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在老师的课上面 当时的时候说 老师说讲了 这就像一个马桶 不过现在看起来真的有点这种感觉 所以当你了解这些 那个完全了解了盆底肌的结构和功能的时候 你了解了其中的要义 在生活当中你要注意习惯 你就明白了我们的中庸思想 为什么要强调修身 正心诚意 一切对我们自身还有家人 都是一个很好的保健作用 因为你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 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来学习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治病很贵 学来你就会有用 生命不息 学习不停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很有很有用处 入针的惊喜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那个感受 我自己学了针以后 常常自己去扎针 记得有一天晚上 我突然间感觉到后背上就是那个很难受 感觉到那个肌肉很紧 我就让我的女儿拿着那个动筋针去给我去扎 我女儿说啥都不敢动手 她因为从来都没有摸过针 我就把那给她做了一个示范 然后让她照着我的示范去把针给拍进去 因为有针管嘛 拍进去以后通过那个就慢慢的送进去 这个时候我来运动 我带针四个小时 就这一次我才发现 原来自己身体有痛的时候去扎针 你才能感觉到针灸带给你自己的惊喜 可是我在做PPT的时候 我当时没有把这个东西做那个 就是没有记录下来 所以我 我现在给大家就那个 看不了这个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看一下 我自己给自己扎针的那个 就是给我的 我经常给自己扎针啊 后来的时候 我这个针当时的时候 是我两只手背起来 然后去那个平刺进去的 但是我一运动 它就变成一个竖着了 这是我让我女儿把这个给我拍下来 扎针和最后运动针 它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还有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我 我扎的最多的是腿上 因为老师说过 从肘 从我们的那个肘到我们的那个手腕 从膝盖到我们的脚踝那个位置 怎么扎都没问题 非常安全 不用出错 所以这就是我练习的那个点 我经常就是这么样的地做 等你这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比较不那么顺手 等我后来的时候 我现在比这个熟练多了 这个还有运动 运动我就不播了 因为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当时我上课的时候 老师那个 给我们有一个优惠 就是可以远程教育 这个呢 我就说 你看这个富贵包 老师说过 富贵包那个 通过动静针的那个 就是扎针 它能够很快的那个消下去 我本来是这个 想作为一个 就是远程教育的 远程那个 让老师那个教我的一个方法 我当初 当时的时候是这么扎的 往上抬一抬 然后扎完以后 周围先扎了 那个一圈 然后那个 才后 那个 但是现在因为有疫情的原因 我没有连续扎 我还觉得 到时候跟陈老师在说 等以后的时候 这个我会作为一个 专门的一个案例 来去做一个记录 就这么大的一个富贵包 老师 陈老师您先看一下 一会儿就这个问题 我还想向您请教呢 要不我等于那个 下次来用穿那个三 所以啊 就是老师说的 你在 一定要找准那个靶点 在运动 你就会有那个 就会能够得到 那个最好的疗效 所以 老师的这本书上就说过 东京针这个疗法上面 就重点就说 把点是基础 针刺是关键 运动是核心 我们 下面你看 就是 这是老师在书中 有三十一个 三十一张这样类似的图 学习这些图 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 肌肉的名称 而且是 这些名称记住以后 通过手法 找到了肌肉的把点 你就会 很快的解决问题 我之所以把这两张图 给那个 拍上来 是因为 我的老乡 他的那个 就踝关节的 膝关节的伸展 外旋 同时受限 所以我根据 老师书本上的提示 首先对他的 逢降机 那个半膜机 半剑机 古搏机 还有 那个 后面说说 那个果机 这些把点 我一次一次的 给他去做 然后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有点长 就是 前面已经给他 那个逢降机 半剑机 半膜机 我都扎过了 前面那个视频 就有点长 所以我就那个 就这个是 主要是 后来就扎他那个 果机的那一块 然后 现在跟你说 就是扎完以后 让他去运动 他一开始的时候 床都下 就都不能下床 然后我才到 他住的那个地方 去给他去扎 等到 那个 经过 几次扎完以后 就是最后啊 最后的时候 当初的时候 这第二次的时候 他 你看 他自己就能够 他就能够下蹲 那个 起来了 所以 这对我来说 我非常的开心 就是 他能够很快的 就是 有了效果 就老师说呢 一用就零 真正的是 一用就零 最后我再给大家 看一个视频 这是我这两天 正好是那个 刚录的一个 是在那个社区医院 我先把我的 这个第四部分 那个交流 实践交流和发展 给大家分享完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出门开车呀 坐车呀 上楼坐电梯呀 就运动少了 运动一少 吃的又好 疾病就来了 我在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上 只要他们让我去做 我就敢那个敢去做 所以我现在是越做越有信心 我先是按照陈老师教的 那个扎针的方法 作为标准 在程序上 我重复做 因为我觉得先是模仿 模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等你那个烂熟于心的时候 我觉得才能够去 去做这个 振救 这个风驰透风驰的这件 一会儿我给大家再做一个 给一个朋友去做的一个 我自己扎自己的时候 就已经很顺手了 还有老师在课堂当中 风驰透风驰和那个 那个风驰透 那一风 一风和风驰穴 我们一开始就是学的这些针 这些针最开始的时候 都是比较有危险的 就是在传说当中 都比较危险的穴位 但是在陈老师这个地方 教给你方法的时候 你就会避开那种危险 掌握出他的药理 危险也变成了那个平安了 所以老师在讲课当中 讲的那个主动机和节抗机 慢慢的我也理解了 我们《黄帝内经》里面 所说的治疗阳经过程中 要那个补阴经的道理 就是 那个就怎么说呢 上阳中取阴 阴中取阳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 这个动精针的朋友啊 能够联合起来 然后一起交流实践 因为只有交流实践 我们的记忆才能那个提升 让陈老师的动精针方法 让更多的人受益 那个老师就说过了 学习一定要学和习 还要必须实践 温古尔之心在这里 一点都不讲 我在接触病人的过程当中 发现那个就是个胃肠道 不但是那个最大的消化器官 而且它还是最大的情绪 那个器官 人体不良的那个情绪 容易在这个肠道上表现出来 所以要想脾胃好 牙齿好 牙齦就得接 我现在就想 请问那个陈老师 就是补脾胃这上面 什么年龄 应该重点做什么事情 因为现在有些年轻人啊 他们多数就是喝那些饮料啊 然后那个吃一些凉的东西 怎么说他们都不听 有的时候我特别是我身边的这些 比较亲近的一些 那个亲戚家的这些孩子们 这一点让我怎么说 他们都听不进去 我就希望陈老师在这个胃肠道这方面 对待这些 正在成长的这些孩子们 给我一个好的那个药方吧 然后我好对这些孩子们 提前给他们那个 就是不不脾胃 我个人的目标 就是想往这个 就是想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美嘛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私物以皆知善之为善 私不善以 无论什么时代 什么年龄 我们都喜欢真善美 在学习实践中 我早到了目标 跟着陈老师学习动精针 还有动精针的那个美容方法 让美环绕人的周围奉上我的力量 学习就要实践 在我现在在学习中医理论知识 学习体质特点 根据那个五脏的强弱 了解发病的时间 借助于那个就是胃气盈气的规律来调理身体 这里想讲一下就是老师的那个拔罐 还有那个闪罐 闪罐的这个位置 我想给大家多分享一点点 那个感谢那个李老师 陈老师这次在分享机会的时候 就是把这个 我先看一下那个视频吧 然后看视频的时候 我就说一下那个视频 老师 对我让你看看 为什么我说把这个 我的目标放在了这个美容上面 你要是没见过 你都不敢看 这是我从老师的那个美容课上 去那个录了一点点 放在这个地方 你看 你看老师操作的那个手法 以及这个 患者他脸上的那个 就是那个痘痘有多大 你看老师就是这样 在课堂上 这个能给他恢复到什么程度 你们一上课就能看得到 老师全方面的都给做了调理 老师教我们闪惯的时候 看完这个我再说 老师的手法非常的娴熟 我非常的羡慕 还有这个把针扎上去以后 那个抹上那个磨砂钢 然后能把那个皱纹 一下子就给你运平了 像我们运衣服一样 没褶 都不让你留下来 我觉得这是我下一步 要努力的方向 我现在就是看这种课程 然后不断地加深自己的记忆 以后用在那个 你看了以后会很惊喜 因为只是看了一个片段 你要是把那个课程整一个听下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美丽原来如此的简单 我重点的要说一下这个 这个是我去社区医院帮忙的时候 有这个朋友 他就是那个腿 抬腿走路非常的难受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他的那个 就是他感觉疼的那个地方 给他去扎的针 然后我让他去 他们都不敢运动的 但是我一开始是辅助他们 但是你看 等我拍的时候 就是我后来腾开手了 就能拍出来了 你看他 他这个就能够什么运动 你往上抬一下 对 他主要你不是说臀部那地方 那个难受 对对对 往上抬一下 其实去社区医院非常好 那里有很多的老百姓 他们就是真的是疼痛感挺多的 所以对我来说 我能学习这个动筋针 能为大家去解除一些痛苦 心里面非常的开心 这个是就刚才我说的那个 风驰 对 这个朋友他当时的时候说鼻子不通气 我说那我就给你扎一针吧 然后呢那个我觉得扎一针我害怕到时候效果不太好 我又在他的取食穴位也给他扎了一针 这是指把脖子上的这个 你看这个我让他运动 他们都很神奇 怎么可以扎上针还可以动呢 在他们印象当中 扎上针都是不能动的 就像在社区医院里那些被扎针的人 一说动他他们都叫苦连天的 就觉得动了针以后非常疼 而我们的这个针还能够一直的是那个去动 他们也感觉到很神奇 说起闪罐 闪罐我没有拍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手法还不够娴熟 那个老师在教我们那个拔罐的时候 特别是闪罐的时候 教我们的那个手法 让我们不要那个就是一定要防止烫伤 说是在教那个先在自己的腿上去练习 特别是在自己肉多的那个就是大腿上去练习 然后我现在在业余时间还在练习这个手法 所以我在这一块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 我身边的朋友对我自己给他们分享的这个方法 那个非常的羡慕也期待 其中有两个朋友 他们都自己买了那个多型号的那个拔罐器 然后方便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去交流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我后来我就发现 如果要是那个 这个前面的语言 就是怕真的朋友 我会把那个美容茶 还有美容面膜 这个是陈老师他自己的那个 就是特有的那个也是专利产品 所以我到时候就可以和大家一起那个实践实践 我愿意让青春和美丽围绕您的身边 愿我的所学为大家所用 非常感谢大家 我的分享完了 不足之处 欢迎指正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宝玉的精彩分享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直播分享已经是第12期了 之前的分享嘉宾 有的是我们往期的优秀学员 有的是医生 有的是教授 有的是患者 有的是患者家属 还有的来自基层医院 有的呢 也来自我们三甲基医院 但作为健康养生工作者 做客直播间分享 宝玉还是第一人 或许有的人问我 李老师 你为什么 王宝玉既不是医生 又不是学术权威人士 为什么李老师 你要称他为专家呢 可我不单说他是专家 我还要说他是赢家 因为他用他的所学 他的努力 他的刻苦 赢得了家人 朋友 还有周边的亲朋好友的健康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就说你要想成为赢家 你必须先成为专家 要想成为专家呢 你必须专注 在一个领域里深耕 宝玉在一个领域 这一深耕就是十几年之久 宝玉做得非常优秀 一坚持呢 就是十三年 中医的外治疗法呢 他样样的精通 水滴石川重在专注和持续 只有把自己变成行业的专家 才能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他呢 堪称养生界的能人 他从平时的刻苦学习和分享当中 就不难看出 他是一个力求把事情做得精益求精的人 作为宝玉的指导老师 陈德成教授 是最有发言权了 下面就有请 洞金珍疗法创始人 洞金珍专利发明者 齐皇网学员群里 备受爱戴的陈德成教授做精彩点评 有请陈博士 好 非常感谢宝玉同学的分享 非常的实在 也非常的客观受用 也感谢呢 李阿华老师的精彩主持 我发现李老师这个主持啊 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贴切 得体 听起来呢 非常的舒服悦耳啊 我再一次的表示 非常的钦佩啊 和感谢 宝玉同学呢 给我的印象呢 他是 非常的好学 自己呢 勤奋努力 而且呢 非常专严 他不放过呢 一丝的这个 不清楚 和疑问 他就会呢 在群里 提问 或者是跟我私下交流 我觉得呢 这个呢 是非常难得的 非常好 当然了 他进步呢 也是非常快 咱们这个学员群呢 其实参加 动精真学员的同学里面 各个层次的 各个专业的人员呢 其实都有 都有 但对于呢 像这种 非专业 灵基础 还有很多人呢 老问我 我是灵基础的 能不能学习动精真呢 其实呢 我可以说 只要是你能够 有毅力 有决心 真正想学 那都没有问题 都没有问题 所以宝玉呢 他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他自己介绍了 他学医啊 从医啊 以及整个的这个 大概的过程 那开始呢 他学习传统真酒 觉得呢 传统真酒呢 他确实有很多呢 有很多难处 难点 包括经络书学呀 你这个十二条经 十四条经 还是三百六十个学 再加齐学 都成百上千的学 所以呢 你要把握这些 而且还要辩证论智啊 这些确实呢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都能掌握 也需要一个系统 学习过程 那很多人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没有耐心了 就放弃了 呃 其实主要原因呢 还是呢 对这个疗效呢 没有把握好 如果你在学习过程中 你一边的用 你就发现 这个疗效就上来了 而你就会越来越有兴趣 就提高了 你对这个学习的兴趣 和坚持下去的觉醒啊 就好像呢 你在学乐器的时候 你开始呢 你拿音符 你觉得很哭掉 很枯燥 但是呢 你突然会拿了一首 简单曲子 你就很开心 哎 你没学几天呢 你就能把曲子拿出来了 哎 这个呢 你就会有增加了 你的这个 继续学习的信心和乐趣 啊 那他呢 就是在实践中 不断的呢 学 不断的习 刚才他也说了 我在讲课中 我说学习 学习这俩字啊 一定要学 加上习 学呢 是你学习知识 习呢 是你练习 你要用 你要去体会 你要去实践 就是一边学 一边习 一边学 一边练 一边用 这样呢 你才能提高的才快 真正的把学的知识 变成自己的技能 啊 来体现出来 所以呢 不是说的 大家都听听歌 那你不动手 我就说 你不下水 你永远不会游泳 你不拿自行车链 你永远也不会骑车 你只是看别人 做得挺好 那呢 对你来说呢 就没有价值 所以我是希望呢 所有的参加 咱们学习一般的这些学员 都要去练 都要去学 有条件的 就在病人身上 没条件的 像宝玉这样 他呢 虽然不是说的 我们 理想中的这个专业人员 但是呢 他能够做到 跟专业人员 或者是 很接近的这种的水平 那全靠他自己的努力 其实他已经做到了 专业水平 我刚才听他介绍 也是非常有感触 从他这个 从宝玉 他这个简历啊 介绍啊 开始李老师介绍了 说他呢 为了孩子 学习了小儿推拿 为了父母的健康呢 学习了爱酒 为了自身的宝剑呢 又学习了刮沙 我觉得这个境界呢 是非常难得的 正像呢 咱们张中景 中景呢 在他这个 伤寒杂病论里 这个虚论里面 说了这么一段话 就是说中医啊 他是 学了中医 可以 可以应该是做什么呢 他说呀 上已了 君亲之机 下已就贫贱之恶 中医保身长全 一样其生 你看宝玉这个境界呀 就跟古人 跟中景先生呢 他这个境界呀 是雷同的 中景怎么说呢 我们学了一 对上 我们治疗呢 长辈 这个 亲朋 以及呢 这个皇亲国戚 斯大夫 这一类 客人高官的 这些疾病 对下呢 也治疗 平民百姓 这些疾苦 你看他 保育他去社区 就是帮助老百姓 只要能解决问题 老百姓 不管你有没有 有没有行医 有没有执照 有没有这个 这个专家的身份 但是呢 你能把我病治好 那你就是好医 你就是牛医 所以呢 这个呢 还是说 在民间有一个认同 和张仲景说呢 中呢 保身长全 一养其生 那从中来说呢 对自己的健康有好处 对自己的养生有好处 所以呢 所以学医啊 这是一个 大家都能够得益的 不管是对别人 不管是对自己 都是能够受益的 一门专业 其实呢 是我们终身必备的 也是呢 非常有价值的 一个技能 和一个学问 也希望大家呢 就是不要担心 你是不是 这个专业的人 也不要担心 你的基础有多厚 所以呢 你只要认真学下来 都没差难的 我们动精针的 这个学习呢 不是说 单纯的让你呢 就用动精针 去治疗疾病 其实我们在灌输一种 学习 这个临床治疗的理念 包括软伤 包括内脏疾病 我们治疗的思路 已经呢 除了遵循 咱们传统的一些 中医针灸理论 那我们呢 又衍生和补充了一些 现代的医学理论 和一些基本的常识 比如说解剖 比如说组织学的一些 这些 现代的一些知识特点 那么结合起来呢 你就能把握 治病的这个开关 或者是治病的钥匙 我们说疼痛呢 每一个疼痛 都有疼痛开关 你找到了开关 轻轻一触 你就把病就解决了 但你找不到开关 那你就 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也未必呢 得到好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 正如呢 这个咱们传统俗话说呢 这个 俗话 俗话怎么说 就是说呢 你呢 千言万语 你不如呢 一句真言 就是说你呢 能够把握这个药指 你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 这个钥匙 解决问题的钥匙 所以这个呢 是大家呢 需要 我觉得呢 向他去学习 这个方面给我的感触呢 非常深 就是说呢 知其药者 一言以蔽之 不知其药者 流善无穷 所以咱们呢 不管是对问题的认识 还是对技能的把握 一定呢 要把握他的药领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但怎么样能把握药领 这个一个方面呢 你自己的悟性 再一个方面呢 你要跟前人 跟古人 跟现代的人 去学习 去取经 为什么我们现在交流呢 大家交流中 就会碰撞出火化 这个一念的火化 可能呢 对你的思想 就是一个巨大的启迪 就会在你的人生的 这个轨迹上 发生了一个巨大的 一个转折的 一个动力 就让你呢 在这个 或者说是走了捷径 或者弯道超车 或者说在你这个人生中 你就有一个巨大的 一个转变 这个呢 是我总体的呢 对保育同学 他分享这个的 一个大概的印象 另外呢 从动静针的角度来说 咱们呢 分享已经第十二期了 前面呢 有硕士 有博士 有专家 也有呢 病人 也有呢 这个基层的普通医生 今天还有咱们这个志愿者 就说呢 各种各行 就各种层次的健康人群 只要你热爱健康 那对我们这个呢 都是学习了 都会有帮助 我呢 本人也对咱们动静针 能够帮助很多人 也感到非常的欣慰 能够动静针 能够会民 能够给民众带来好处 能够带来解除疾病的痛苦的 这么做一个工具 和一个疗法的这个知识 也希望呢 能够进一步的传播 能够把这个技术呢 推广到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呢 受益 这个是对总体的 今天的讲座一个 大概的一个印象 另外呢 还要提几点 比较突出的 就是宝玉同学呢 他在这个治疗上 我们可以说呢 他举了几个例子 也举了 他在社区帮助民众的 这个一些实力 就说 我提两个 他提到一个 膝关节的问题 膝关节呢 你这个运动多了 你可能是活动呢 就受到伤害 障碍 特别是下蹲 很多人呢 蹲不下 蹲不下 蹲不下呢 这个治疗怎么治 刚才他提了 这个蹲不下 他治疗这是骨搏剂 其实呢 想起来呢 我以前也不会治疗 这个蹲不下的问题 早年呢 其实我母亲已经去世了 他活着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障碍 就是他去 这个蹲遍呢 他就蹲不下 他就非常痛苦 那时候找我治呢 我也治了 但是呢 也没见效果 怎么样好转 其实很郁闷 也学了中医 针斗这么多年了 自己母亲的病呢 也没治好 就觉得呢 非常的 觉得知识受到局限 我为啥想起了这个事呢 因为他提到这个 膝关节的问题 那我想呢 如果我母亲要 现在还能活着 那我用今天的方法 我想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了 但那个时候 我并不知道 没有知道这个 怎么样能让人 下蹲迅速地 解决这个问题 那今天刚才 他提到这个骨膜脊 其实膝关节呢 它是一个很重要 承载到体重的大半部分 那么它很容易受伤 特别是跑步登山 做这些登山运动啊 和跑步机上运动啊 非常容易和身上膝盖 所以呢 还有一些呢 太极拳做的不大 它也容易吸 因为膝关节呢 多半都是屈身为主 它不能旋转啊 膝关节一旋转就出毛病 因为你做太极拳 都是脚脚跟往上转 对不对 带动膝关节转 如果你脚板固定了 你去转膝盖 指令就出毛病 出毛病了 再有一些人 二郎腿 天天翘子 天天坐的 逢降肌 逢降肌 骨膊肌 还有骨四头肌 这些呢 都很容易损伤 那么你找到了原因 你对相关的肌肉一松减 小汁扎进去 一拉一提 一运动 那就解决了 马上就能下蹲 我前两天做了一个老外 这个小片呢 还没整理出来 过两天呢 发出来呢 给大家看 这个视频 我会在讲课的时候 会详细讲 当然给大家看一个简介 大家看一下了 就知道了 那个这个病人 他也是古国籍 但他不知道 他有东至西至 结果咱们呢 找到开关 我扎了三四针吧 一活动 他马上就蹲下来 特别开心 所以我觉得呢 关键是得找到开关 我们这个课呢 就是帮你找到开关 找到治疗的拔点 所以拔点是基础 针刺是关键 运动是核心 大家不要忘了 这是咱们的 这个三套步骤 和口诀 一定记住 那么他又提到一个呢 关于盆底肌 盆底肌的松解 盆底肌的治疗 这个也是非常的受益 这个他不说了吗 你这个很多男言之隐 不愿意说的问题 特别是女性要失禁 非常多 他们不好意思 他们呢 不敢走长路 也不敢咳嗽 大笑 一弯腰 甚至呢 走走路 就是漏尿了 而这种女性 尿道比较短嘛 在膨胱 这个酷液肌 不灵 盆底肌 无力 你就会导致 这个尿失禁 其实咱们用了盆底肌 这些治疗的办法 基本上都能解决 非常好 而他也在这方面实践 也解决了不少人的问题 我觉得呢 他这一点 就是边用边学 边学边用 也看到了效果 这样他的兴趣和积极性呢 就会不断的上升 也是他追求知识的这个意向 也是逐渐的呢 都浓厚 所以他学的呢 就非常到位啊 这两个呢 我觉得他是比较突出啊 举了两个例子 另外呢 他最最主要的一个呢 我觉得他是自己扎自己 他在自己身上体验 除了呢 比较容易的四肢 比如说腿上比较容易操作 那脖子这种呢 风驰透风驰 风驰透一风 其实不太好操作 你给病人扎呀 你都得有点胆量 那他给自己扎 可见呢 他这个不仅是有胆量 而且呢 他更有他的自信 因为他把握了解剖层次 他知道不会出事 那你 你知道 就是在三十年 七十年代啊 这说出来得有四五十年了 咱们有一个最著名的 这个西医 那时候治疗龙亚啊 成百上千的龙亚 他叫 叫王波 是白球一个大学的 这我是听老一位 老师在讲课时候说的 他就自己在自己身上实验 扎痒门 看扎多深 有什么感觉 要体验一下 结果他自己扎了一下 厮手了 扎痒门 把自己扎到 厌髓上了 最后他没抢救过来 就去世了 所以那时候还主张还要学习他 学习是学习他的精神 不是学习他这个 最后把自己 生命都付出了代价 但是说这个呢 就是说他得有一定的勇气 他得有一定的这个技术 含量 所以呢 他才敢去操作 这也证明了呢 他学习的这个扎实 和他这个技术的显熟 我觉得呢 这个是值得一提的 这个是他自己扎自己 还有一个方面呢 他在医美上的应用 医美 咱们有专门一个老师啊 是新疆的吧 他讲过这个 动金针在医美美容啊 去作文啊 等等的这些啊 那他呢 我们看他自己本人呢 你看咱看宝玉同学 他也是形象非常端端啊 典雅我们看着非常的舒服 这和他自己的养生保健 以及各个方面的自自我的条理 这是有关的啊 是离不开的 因为一个人你自己呢 呃 在乎你的形象 注重呢 你的美感 那么呢 不仅别人啊 大众看着舒服 那你自己呢 也是自信满满 你做事情呢 也都是非常从容不握 啊 非常自信 我觉得呢 这个方面呢 还都得啊 像他这个 这个来学习啊 学习 最后呢 他给我留了两个小问题啊 给我两个小问题 我都记下来了 他一边讲 我是一边听 认真听 我一边记 所以你说点评吧 都是记性的 那我要是 我不记下来 我就会忘掉 他提了一个富贵包 让我知道知道 这个富贵包啊 其实他这个案例呢 我看了还真蛮大的 真蛮大的 年龄也不小 富贵包的形成原因呢 很多 但是呢 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呢 像脑力劳动的 多半都是呢 他这个低头啊 运作写字啊 案子 服案工作呀 电脑手机呀 太多了 那后群的肌肉呢 就变成了真身啊 形成了这个富贵包 他带来的呢 可能会对颈椎的啊 活动会影响 另外呢 对大脑的供血 会产生啊 不足 因为你心脏啊 的血要射到大脑 要给大脑呢 有足够的营养 包括你的头发眼睛啊 木德学尔能士吗 齐滑在法呀 血呀 这个血液呀 是这个 这个法是血之鱼啊 所以呢 你要想头发好 眼睛好 那你血液不够 那是不行 就包括你的睡眠啊 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啊 记忆力啊 都跟这个供血有关 那么你这个富贵包 这么这么大啊 堵在那里 你肯定对周围血管 造成一些卡压 那导致一些供血不足的情况 肯定是非常常见 我就有一个病人 他是在纽约上走 他开车要三四个小时 来一趟 但是呢 他呢 他他来的时候 他偷晕血压高 去看了西医 也给他开了降压的药 但是呢 他吃了两回呢 他觉得很不舒服 他就不想吃 但血压呢 还是维持高 他就来我们这儿 来那个 咨询 他也看到我们视频了 他说能不能解决 他这个问题 他有点富贵包 他不是特别大 但颈部的肌肉非常紧张 那我们就针对 他的颈部肌肉 进行松解 松解完了以后 他当天他就不晕了 而且呢 他测血压呢 当场就下来了 连续治疗五六次了吧 现在有 昨天他给我一个短信 昨天他又来了 上午做的 晚上他给我一个短信 他说现在呢 做的是特别好 他感觉呢 浑身轻松 记忆力都恢复 而且呢 血压呢 保持非常稳定 一直都没有高 他这样要 他也不准备吃了 也不准备再用了 他想再给我 再约 再恐怖几次 他就觉得呢 非常的 自己呢 非常的舒服 以前呢 头晕 头膝昏的 啥东西也记不住 拿东忘息 记忆力明显减退 四十多岁嘛 所以呢 他的各方面 体能啊 记忆力啊 智能啊 都在下降 他有点担心了 结果呢 没想到 咱们用 针刺的方法 动筋针的方法 就帮他解决了 这个问题 他就 他就非常开心 这就说呢 富贵包怎么治 其实要看每个情况 他的维持方法呢 是对的 我看了 一个方面维持 咱传统呢 有一套针法呢 叫五虎秦阳 就是周围呢 东西南北 各扎一针 中间呢 再来一针 东西南北扎针呢 是 是有 是有讲究的 不是 南 这个 左青龙右白虎嘛 前竹雀后选五 你讲起来 中医传统呢 它是一套一套的 都是非常讲究的 你就不讲究这个 你不是扎五虎秦阳 你扎六根 你扎八根行不行呢 都行 不一定 非得是 按照古人 这个东方夹以牧 西方丙平虎 是北方银龟水 这个 这个 这个西方更新筋 不用配 那也完全是有用 做上以后呢 做一些 治针提拉的手法 另外呢 再做一些 辅助的针法 通过运动 逐渐的呢 它就减小了 症状呢 就会慢慢地改善 运动幅度呢 就会增强 所以这类病人呢 提前呢 你做一个动态检测 你看他低头啊 低角度 像很多人低不下头啊 低头这个 下巴挨不到胸 正常的就是 下巴能挨到胸 那就起了 挨不到的 你看距离有几指 有三指四指 你衡量一下 你做完治疗以后 你再评估一下 马上见好了 立竿见影了 这个视频的冲击力 非常重要 那他就 病人就更有信心了 你说你这医生行啊 帮我解决了 我下次还得找你啊 那我有朋友 有类似问题 还得找你啊 是不是啊 那你就不用担心 你这个病人的问题啊 咱们呢 治疗好了 一个病人 给你带了一片 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富贵包呢 当然也不是 一试都能搞定啊 咱们是循序渐进 像这个富贵包 我看到图片这个 恐怕得治疗个十四八次 能帮他缓解很多 能不能完全消失 我也不确定 因为他太大了 但是肯定会改善 这是富贵包的事 另外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宝玉 在这个里面说 关于补肾 补肾 不衬啊 脾胃的问题 因为现在呢 饮食啊 这个 直接损伤脾胃 所以呢 这个饮食啊 生冷啊 暴饮暴食啊 叫饮食不节 和饮食不解 就是不解啊 暴饮暴食 鸡一顿饱一顿 年轻人中间呢 非常的普遍 特别在美国 这些留学生啊 你看很多 他们有几个病啊 这个一个呢 就是很突出的病呢 就是肠胃病 咱西医说肠胃病 咱们说脾胃病啊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精神上的一些障碍 情感啊 焦虑啊 失眠啊 但还有一些呢 就是属于疼痛过敏的 这类年轻人 留学生里面呢 比较普遍 还有女孩子 月经不调啊 这类的就比较多 那么作为一个 咱今天呢 就强调这个脾和胃 脾胃是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所以呢 它要损伤的呢 你五脏六腑啊 都会功能减退 你没有气血供养呢 你说脾胃 脾是干嘛 煮运化呀 运它是把精微物质 气血运送到全身的 你是化呀 你是把食物 转化成气血呀 所以你这个 一旦出毛病了 你伤了脾胃了 它的功能减弱了 你是不是气血不足了 你是不是转化无效了 转化率低了 所以你吃的再好 没有用 有的人总说 我都按健康食谱 我有健康 这个营养师 帮我配膳 配食 我都按比例的 每天多少蛋白质 每天多少碳水化合物 什么多少纤维素 你没有用 你到你肚子里头 都不吸收 吃啥拉啥 吃苹果 拉苹果皮 吃胡萝卜 拉胡萝卜丝 你说你 你吃的再好 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啊 脾胃是非常重要 你要想保护好脾胃 首先的饮食这关 得需要 生冷硬辣 现在美国人都喝冰水 先到餐馆 先给你来一杯冰水 我就不太适合喝冰水 喝完了 你就不是很舒服啊 尤其这个油腻啊 太大了 你再喝冰水 这一冰 那些 你想想那些 那些脂肪 它就凝固了 凝固了 你还能分解 能代谢了 是吧 那昏油啊 咱们说的 是不是凝固了 所以对伤害 对这个健康 是极其不利的 极其不利 比如美国那么多人胖的 他传导失职了 你这个 那些垃圾排不出去 这也是脾的功能啊 运化运了 也包括把垃圾运出去 你就运不出去 那就保养脾胃 保养脾胃怎么做 动筋症来说 腹壁肌肉的松节啊 那对腹部筋膜啊 还有这个内腹内的 这个腹膜啊 等等的松节 都非常有 非常有价值 你把这些束缚了 常蠕动 胃肠的蠕动 你都够 能够解除了 让它充分的 这个运动 蠕动 有力 频率增快 那你这个 传导代谢功能 不就正常了 那你这消化功能 也就吸收功能 也就正常了 所以你就不容易生病了 所以动筋症呢 是这样 当然还有一些中药啊 还有一些药膳啊 还有一些食疗啊 咱就不在这里讲了 这个非常多 我在这个腹部 在美国马上要讲 这个腰腹部的治疗 那么这部分呢 是一个 也是一个亮点 能解决很多肠胃的疾病 再有这个课 应该是在咱们 期望往课程的临床三 特别讲到了 这个腹部 内脏疾病的治疗 以及呢减肥啊 还有腹部斑痕松减啊 包括抛肤产啊 和腹部手术啊 这些斑痕怎么处理 以及相关的 这些并发症怎么处理 我觉得那个课呢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大家没学完的呢 还要继续学 等到临床三呢 期望往临床三呢 那就更精彩 咱们美国这边 也在开课 马上呢 也是一个临床三的课 设计到这一块 到时候咱们 有问题呢 大家在一起呢 互动 总之呢 我今天的一些 这些想法啊 和一些 想到的呢 我就说这么多 下面呢 咱把这个交给李老师 好的 非常感谢陈老师 辛苦细心的点评和讲解 那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在这里受益了 请动动您的手指传递这份大爱 邀请您的家人 在直播间里尽情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 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以提出来 有我们直播间的几位专家为大家进行解答 问题是 请问王宝玉女士 您从事养生行业13年 学习努力刻苦 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您如此坚持的呀 请宝玉回答吧 谢谢这位小白大夫啊 那个怎么说呢 作为女儿来讲 我觉得父母养我们不容易 所以那个就自己在 就是很早的时候 就是接触过民间医生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能够替别人解除痛苦 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等我自己做了母亲的时候 就是这个教育儿女 是做母亲最大的一份那个责任和义务 所以我在培养我自己的那个孩子的过程当中 只有就是也学小儿推拿 是专门为我的女儿去学习的 因为当时就是那个 他小的时候有一点就是扁导线容易发炎 然后让他去吃 我还是让他去吃中药的 因为我是一个中医爱好者嘛 我会去医院里给他开那个中药 但是开中药的时候呢 他就那个有点苦 孩子那个就是吃起来非常的难 后来我在因为也在学习着这些那个中医的疗法 我就发现那个中医按摩 说是对那个小儿非常好 所以我就跟一个那个老师 那个李老师去学那个小儿推拿 真是挺管用的 那时候您不知道 你就是为小孩去做小儿推拿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 他的那个后背也就和你的巴掌那么大 就是说你呼噜着的时候 就是往下去做 咱们就说你认真一点就按摩 不认真一点就叫呼噜 然后那个很快就到了 我就发现你认真的时候 孩子去医院的那个时间就间隔的非常长 你要是不认真的话 那孩子的身体就给你个样看看 我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应该去认真 现在是随着自己的那个年龄的那个增长 就你会看到很多身边的 就是生病的人 有的时候那个特别到我这个年龄了 就是人家说都五十不过了 看到身边的那些姐姐们或者阿姨们 你会感觉他们为痛 那个为疾病那个折磨得很痛苦 所以就为了防止自己走到那一步 也得坚持的去学习 还有自己的父母也老了 然后那个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奉献一点 自己的这些手法和自己这些那个作用 我觉得我是安心的 就是就是这种动力一直支撑着我去学习这些 所以在学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会越学越有兴趣 就你会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解决不了 然后你就会那个设计到 你看我一开始先学的是那个按摩 按摩完以后为什么学刮痧呢 学刮痧我是有一个那个机缘的 我在学小儿推拿的这个时候 我那个老师 人家刮了一个偏瘫的病人站起来走的 我是没看见抬进去 但是我是看见人家走出去的 我说一个刮痧板就这么厉害 我是源于这种那个原因 就后来又跟着那个老师傅去学的刮痧 在刮痧过程当中这么多年来 我也想试试那些刮痧的效果 在不同人身上都是什么效果 所以我就会那个 的确是义务的为他们去刮的 然后那个你的付出其实也是收获 你在刮完他们以后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分析 哪些人他为什么刮完以后有用 有些人刮完以后那个没用 你都反过来还得再学习 它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学针灸的这件事 就是前面那个爱灸 爱灸不是补原那个补充阳气吗 然后他又那个爱草有广谱抗拒性 所以在制那个采取那种方法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就差针灸了 要不我就说重力寻针千百度呢 猛然回首看见那个陈老师的动静针了 然后我就觉得陈老师的动静针在讲的时候 就往上一扎一拉 然后那个人就奇怪的 就一会就好了 胳膊就能伸起来了 腰就能弯下去了 我说这么神奇 我说不行 这东西我得学 我就这么样子的就跟着陈老师去学了 所以怎么说呢 那个小白大夫 就是我不知道您是哪里啊 就是这些时候 有些时候你身边还要有支撑 让你去能够实践回馈的正向 你才能够那个学进去 作为我家里面有个人 你有一个五十间 我就是用刮痧给他刮好的 然后他慢慢的他那个就不疼了 这个是我自己做到的 我觉得假如说现在啊 我学到了动静针的时候 那我可能比刮痧的那个效果要提高 我现在是这么想的 所以这是那个就是前两天吧 前两天正好我去那个社区医院 那天正好来一个年轻小伙子 他在那个地方去那个说 他到社区医院其实去热敷去了 热敷的时候 我把那个热敷的那个包 给他放到了那个肩膀上 他说不行不行 我这个后背就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壁不能压 我这这特别特别的麻 特别特别的疼 我一听我就听 这不是陈老师讲的 壁从神经卡压吗 然后我就脑子那时候 我就飞速的转 我到底是扎的哪个地方合适呢 我脑子就在转圈 后来的时候了 那个正好是那个 那个医生去检查按摩 他就在那个 应该是在他腰方肌的那个位置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结结 哎我说这结结 我说这样吧 我给你扎一针试一试啊 然后那个 我就给他去把那个针 我还没用那个最长的 咱不是有三寸针吗 我没用那最长的 我说先给他松解一下 因为我不确定那个地方 我记得卡压神经应该是 胸小肌吧 陈老师 那个 但是人家没说人家胸小肌不舒服 我也没敢那个 没敢做 所以我就在他的后背 摸着哪个地方硬 哪个地方有结结 其实我就给他扎了三针 然后他说 哎 轻松多了 后来我心想 我那时候忘记 到底扎哪个地方 是最能解决问题了 所以我就是 哎呀 先给他扎吧 所以就是那个 你碰到这样的 你有正向的那个反应的时候 你才会能够 那个继续的那个 就是 回过来 回过来再去学习 然后遇到问题 再去解决 因为就像那个老师说呢 那个人生病 不是照着书本生的 那个书本是根据人生病 去总结的 但是你人 你人生病 绝对不会照着书本 去生病的 所以我们就要 不断的去学习 目前为止 我为什么要想走 那个美容的那一块 现在很多人 他们不知道 就是我判断 未来人的眼睛 这一块的病 会越来越多 为啥呢 就低头老是看手机 哎呀 这回去了 还要看那个电脑 这总是在这个 有光的位置上 去那个 去去去工作 去那个生活 这种习惯 等时间久了的话 你中国说了 过忧不及嘛 所以这个用过来的话 肯定会伤着我们的 那个眼睛 而在中医来讲 又说那个 那个我们的肝竹眼睛 所以未来在肝上面的 那个疾病可能会多 我说这一点应该是 陈老师是那个 那个大专家 我觉得这一点 陈老师应该接着去说一下 你刚才说的挺好的 宝玉 我就不多说了 挺好的 你总结的不错 小白医生问题也是挺好 不过你这些做法和精神 肯定激励了 大家进一步学习的这个信念 非常感谢 李老师 看看还有没有了 看看这部间还有没有问题 暂时没有问题了 那没事 咱们今天有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小白大夫的第二个问题是 李老师介绍时说您是养生行业的工作者 我也比较呢 喜欢养生 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 养生如何辩证啊 针对不同人 不同体质 怎么来养生 看起来大家对这个养生 由于宝玉是养生专业 专家 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那还请宝玉回答吧 那好吧 谢谢李老师 那个关于养生这一块 其实在 我这个李老师其实也是专家 我们在底下那个做那个交流的时候 我们都谈到了那个体质 这个体质怎么 那个就是目前为止对我来说 根据五云六气 然后再根据你的出生的年月 然后都能够固定出来你自己本身的 那个五脏的优胜 这个是那个老祖宗在这方面 已经总结出来很多的那个经验了 只不过是我们如果是把它学会了以后 把它套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 因为五云六气嘛 就像今年一样 就是那个 根据你节气 他不是分六气的时候 根据你节气 你自己的五脏的那个强弱 在这个节气里面 必然会形成一种病 这个是中医的长相 我目前为止 怎么说呢 小白大夫 我目前正在整理我这方面的笔记 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 我到时候整理出来的时候 我跟你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交流 也可以做一个就是 那个实践 包括那个 我刚才不是在那个 分享的里面说过那个 美容茶和美容面膜这件事情 其实我跟陈老师在私下里做过这个交流 我们的美容茶其实也是根据自己的那个身体 你就 首先拿自己来说 你就跟我一样 我是土比较重 所以土比较重的话 在五行当中 我就要让我的那个肝脏要强一点 然后让我的那个肺 别让我的土去磕了我的肺 我就是这么样子 先拿自己做实验 所有的那个养生 以自己为基点 然后慢慢的去找它的那个方法 匹配合适的那个外置的方法 以及刚才老师说的那条的方法 目前就是这样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宝宇 一起一起 咱们治病呢 都需要辩证 养生呢 也同样需要辩证 否则那养生就像 虾人骑虾马 误打误撞 千篇余力呢 不量体裁医 就容易呢 把养生变成杀生了 会造成 势必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伤害 刚才宝宇也说了 用我们老祖宗的五蕴六气呀 还有禀父分析呀 完了 然后进行辩证 我呢 目前也正在这方面学习 学习我们一水齐全的 中医生物节律健康管理 我呢 也有一个 这个方面的小程序 一会儿呢 让李宁老师呢 给大家推送 推送下去 对我们做健康的 做养生的 做针灸 我们卖法 不是很精通的 这样呢 人会有很多的帮助 通过进行这个 禀父的一个分析 我们那小程序里有主动养生 被动养生 有情绪饮食环境 包括我们养生行为的一些管理 每天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健康天气预报 我们的元气指数 虚气指数 还有我们的免疫力波动情况 根据这些方面呢 进行 呃 个人的主动的一个调理 还有一个被动的调理 小白同志问到这个问题呢 那我顺便呢 就回答一下大家 一会儿让李明呢 呃 陈老师另一个助手 助理 呃 李明 老师呢 把这个小程序发到 无私的奉献给我们 动精真 学员和爱好者们 谢谢李老师 看看 哎 宝玉我没来得及发给你 你就从那个 咱们直播间里的 看一下那个程序 然后 好的好的 按照他那个程序 你输入相关的信息 你之后你就能看到 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 禀父体制 哎呀 这个咱俩有共同 交流的地方 所以会下呢 交 分享之后 咱俩在 私下里再交通 联系 再交流 哎 好 好的 咱们直播间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那呢 非常 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答复啊 那现在 现在互动之间 没有了哈 由于事件的关系呢 我们的直播分享互动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参与 感谢我们的养生专家 王宝玉和我们的针灸专家 陈德成老师的辛苦付出 也感谢 齐桑网的精心组织与安排 人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要想拥有强大的内心 就必须度过那些专注成长的日子 当你保持足够的耐心 专注地投入到我们动精针疗法的学习当中 从不知到知 从不会到会 从一般到技术精湛 变得有意义的 不只是我们的内心 还有我们的人生 水滴石川 一是专注 二是持续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就不用担心 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景不景气 行业竞争激烈不激烈 你所从事的职业 是否是朝阳产业 还是西阳产业 只要你有这种精神 你就会横扫一切 其实我们现在 好多人在抱怨 我们健康产业不好做了 越来越难了 其实不是难做了 是我像宝玉这样的专业人员 越来越多了 那些烂鱼冲术啊 混技术挣钱的日子 一去不复返了 当你足够沉浸在某个行业当中 有点本事成为专家的时候 你才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话语权 话语权 所以好好学习冻金针疗法 努力强大自己 做行业 自己行业中的专家 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参与 谢谢 让我们相约下期对话冻金针直播讲堂 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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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